井陵细致火车站的新昌公园每天路过休闲的人很多 不过原本的游乐设施少而且单调 议员张景豪就协助争取增加体健设施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来运动休闲 新的体健设施才刚做好 已经有民众抢先试用 这个位在新昌南昌街口的新昌公园 因为井陵细致火车站每天路过的人很多 平常有不少家长会带着小朋友来这里玩摇摇马或是翘翘板 不过公园里虽然植栽绿树不少 但是游乐设施却很少又单调 所以也建议再增加一些大人的体健设施 公所有给我们增设了只有三样的游乐器材 后来我们张议员当选之后 我们民众也很多来跟我们议员反映说 我们新昌里这么大的一个里 的确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让小朋友 跟我们的老人家来使用活动的地方 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些民众 还有我们里长有建议说 能够增加更多的休闲设施 那在我们跟公所一起来会刊 看是不是可以增设更多的一些像邮具 也好或是一些像要长者他们的一些 健身的一些器具 这次增加的是双腿可以运动到的体健设施 现在来到公园不但小朋友有得玩 大人还多了休闲运动功能 只是公园的腹地实在有限 所以里长也在建议在铁路桥下争取空间 多设置一些休闲设施 我也一直跟我们的议员有在反应 说我们新舱的目标是夏天的时候也不用怕说晒带太阳 我们是有在争取说铁路桥下 那未来我们还希望说在我们的新舱里里面找到更多的像让小朋友游乐的一些空间 所以我们未来会在桥下也好或是在我后方的一些公园的一些地方 在寻找更多让小朋友游戏的空间 接下来将协助找适合地点增加休息设施 提升这一代的生活休闲功能 就成慧玲希致采访报道